想要健康减重 节食和运动都是重要因素 一问人夫分享 一问和一堆同事好友独脐减重 要在一年内瘦下20公斤 靠着老婆用心给她做的便当 真的达成了这个不可人的任务 老婆的便当功力更是功不可没啊 网友在脸书社团分享 自己婚后体重就直线上升 本来也不以为然 训练时却逼近100公斤大关 这才意识到自己该减了 她和同事好友与重金商月 尝试在一年内把体重收到80公斤以下 就这样开始的减重之路 减重过程中 她开始戒糖 减糖 持续运动 从出门快走到跑步 而最公布苦目的就是老婆大人 为了让习惯吃重油重咸的我 改变饮食习惯 而每天花心事制作减肥便当 她说每天中午在公司 开启便当盖时总是满满惊醒 绝对是减重时的一大乐趣 从照片可以看到老婆为了帮她兼顾营养均衡 便当里一定会有沙拉 蔬果以及肉类五充蛋白质 更不用说上面精致的装饰了 老婆常常透过便当替她加油 看了又有减肥的动力啦 金娇化身好客 老婆真的好有创意 便当的主角往往也是老公喜欢的东西 例如吉伯利电影 超级英雄 还有篮球 看到这样精心制作的便当 肯定是饱含羡意吃光光 这位老公也表示 都归老婆的协助 她真的在一年内达成目标 从逼近一百 瘦成了78公斤 其间老婆创造过许多经典 例如大英雄天团 海底总动员 史瑞克等等 创意永远貌不完 最令人惊喜的 就是灌篮高手的系列吧 这精细程度 深深看出老婆的艺术丝包啊 这些用心的手作便当 看起来就充满了老婆的爱意 能够健康减重 还能享受到这种关怀 这位男主人公实在太幸福了 小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